来 开刀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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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DJ播放的热闹音乐 上千位民众在街头上跳起摇摆舞 一同参与这场城市里的艺术同乐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 随着疫情趋缓 今年活动回归实体举办 从傍晚6点到隔天凌晨6点 在士林周边四大园区展开 今年强调接地气的白昼之夜 邀请了许多新生代的年轻创作者团体 其中由北一大舞蹈所和新美所合作 带来的超须真科技机桶展示现场 以台湾传统民间信仰为主题 结合舞蹈与科技技术 穿梭在围观人群中 带来吸睛的创作演出 就是在意大里面比较多会对照的观众 可能会比较严肃或什么的 然后可是我们这个演出其实有点ㄎㄧㄤ 然后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就可以跟大家玩这样 直到是在白昼之夜的这样子的 破坏场地的时候 那我们也因应这样有一些调度上会变成 这样用表演去代理观众的视线 除了今年刚开幕的北一中心外 白昼之夜的活动范围横跨了科教馆 天文馆 儿童新乐园和视灵观底等四个园区 吸引了四十多万人涌进视灵 不过过量的人潮也造成成场拥挤 智林宴市所在的文林路上 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也引起民众对于动线规划不良的批评 虽然白昼之夜活动后有民众反应 动线规划标示不明 导致观赏体验不如预期 但兴起有趣的作品展演 为视灵的夜晚炒热了气氛 也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在西围城的街道上感受艺术的魅力 记者江生和宇台北采访报导